最近在南加州接连发生了三起严重的车祸 而且驾驶人还撞断了电线杆 遇上这样的状况 到底驾驶人要不要走出车外呢 事实上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就警告 第一步应该先打911来紧急求救 并且千万不要轻易走出车外 近期在洛杉矶一连发生散减车祸 情况都是汽车撞到电线杆 导致高压电线掉落的危险事故 幸运的是由于路人都有安全意识 因此并没有引发触电以外 遭生伤亡 其中有疫情是发生在我们旁边的 这个蒙特利公园市 那受害者里面也有华人 所以呢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 想要借这个机会 就是向各位民众就是传播一下 这个关于这个在这种交通事故的情形 下面应该做什么 应该不应该做什么 不只呼吁民众开车撞到电线杆后 必须提高警觉 而且也千万不要下车 因为很有可能汽车周围的地面 都有高压电环绕 当这个电线掉落的话 那这个电线呢 有可能呢 已经就是就是在这个车子的周围 已经造成这个通电的状况 那我们车子呢 因为是有这个橡胶的轮胎 那橡胶呢 是一个绝缘体 那所以呢 就是把就是我们车子里面的 这个乘客保护起来 如果车里面有其他的乘客的话呢 也千万要就是告诫 各位乘客不要下车 因为如果万一即使有一个人不正确的 下车的话呢 也会对汽车里面的所有的乘客造成危险 打911紧急通报电话车周外 如果预算火烧车意外 必须赶快逃离车内 驾驶人也要懂得正确的逃脱方法 打开车门之后呢 双脚要靠近尽量的靠近 然后同时跳到就是双脚接触到地上 然后脚不可以再不可以离开地面的情况下 这样拖曳着 然后这样就 就是走开这样子 然后起码呢 是要走到就是离事故现场 有50英尺以上距离的地方 才算是安全的地方 不只隔了电线段落会造成出电危险 迎接6月份毕业季 与暑假初有旺季 很多人还喜欢买金属气球 参加各种洗心聚会 不过小心随意释放气球 不只有机会造成断电 更是违法行为 其实在加州呢 这是法律规定不允许的 所有气球在卖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绑在一个 就是固定的重物上面 那民众也千万不可以 就是把这个气球放开 剪掉就是不要绑在这个中午上面 这是违防法律的 可别小看金属气球危机 根据爱迪生电力公司统计 2017年1到4月 整个南加州地区 已经发生了280起停电事故 更可怕的是 去年更有942起断电 都是民众随意释放金属气球 而酿成大祸 就是因为金属气球呢 当它就是飘到高空中 很多情况下 就是会接触到这个高压电线 那造成这个高压电线的这个 短路或者甚至是断电 或者甚至是这个爆炸 那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那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 服务的范围区域内呢 我们近几年也看见了 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事故 提醒美国民众 不要随意释放手中的金属气球 并且在遇上车祸 与掉落的高电压 都要小心触点意外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 鼓励民众建立正确观念 避免意外发生 以上是东斯新闻李中亚王晶英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